大家好,我們今天要來做的是牛蒡排骨湯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是排骨有450克 然後牛蒡我們切片有220克 要來準備薑片3-4片 然後再加上些許的鹽巴 然後我們今天準備的水量是微電鍋2杯的7杯水 那我們現在,剛剛排骨已經有汆燙過 我們現在把它放到鍋內 然後牛蒡也一起放進去 還有薑片 再倒入我們今天準備的7杯的水 好,那我們現在把它先放到鍋內 那我們現在,蓋起來以後安全鎖鎖上 選擇到煲湯的功能 好,那我們現在已經完成了 我們先將安全鎖解鎖 好,那我們現在就可以加入適量的鹽巴來調味囉 那這樣就完成我們今天的牛蒡排骨湯囉 我們在endedivan 的話 我們在這裡 哇,我們現在說